我叫吴小荣 庆元人 今年42岁 开店 做菜 要么就不做 要么就是做得最好 吴小荣和师兄吴秋生 在庆元县城经营着一家土菜馆 性格有些内向的他 只有在谈起做菜时 才会变得格外健谈 且充满热情 吃饭他不仅仅是为了说吃饱 更注重的是这个菜的一个营养 我就想到假如说 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发布的 现在就要把它做好 在做菜这件事上 吴小荣展现出了 无比的决心和毅力 每年春季菜品上新 他都会制作一道 源自宋代古籍中的佳肴 让食客们一饱口福 叫做山海兜 山海兜 包含了很多春天的味道 山海兜这道菜 出自宋代文人林洪所著的 山家亲共艺术中 其中以春笋 决菜等山野石书 明练山之味 浸现春日山野食材之鲜美 这个决菜长得还挺壮的 刚采下来就这样子 它还带这个龙鱼 而其中的海之味 书中记载 由荡济鱼虾组成 吴大哥说 要在澡市上寻找一种本地水产 它是构成海之味的关键所在 但我看这边都还比较家常 鲸鱼 草鱼 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 这种啊 对 叫斑桂 桂鱼啊 斑桂 春天 桂鱼正当时 吴大哥所说的斑桂 当地人称其为香鱼 足以表明其味道之鲜美 你看这个鱼的活力好强啊 这样能近距离地看到 它这个表面的花纹了 它有点像那种龙纹的感觉 你看金色的一些纹路 斑桂虽然个头不大 但它无稽间刺 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一直以来都是餐桌上的明星食材 干烧 清蒸 剁椒 各种烹饪方法层出不穷 吴大哥又会怎样料理 这条带着纹身的斑桂呢 因为现在我们这边是靠山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自己当地的产的这个斑桂 明白了 这些食材搭配 算是您自己的一个创新 对不对 也是我们庆园有的一个食材 地方食材 还有虾和笋 山海的味道 一片片给它片下来 这样的片的话就是薄厚都均匀 如果说按照这样的切的话 就是中间这里不是有厚度吗 就切下来钉就不均匀了 新鲜的斑桂处理干净后 分离出鱼肉改刀成钉 为什么要切成这么小的块状呢 你看 就是大小均匀 它熟的程度都一致 是不是待会那些菜也是切成这么大小 是 一样的 这样子的话就是能让你一口就能吃到 山海的味道 好 那虾我来处理 好 鲜虾去皮去虾馅 竹笋去皮 蕨菜焯水 必须要在水里去漂上个半天 使它里面的这个苦涩啊 这些东西的那个泡掉 使它的口感会更好 去头去尾 再焯水 再漂个半天 才能吃 处理好的三种食材 同样需要切成大小相同的钉状 至此四种食材皆已备起 接下来吴大哥将会怎样 把这四种食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呢 现在我们就调味 把这个鱼 这个虾给它腌一下 像我们庆元家乡的菜的话 最主要是一个老酒 这个出现率非常的高 加牛 红曲酒 红曲酒 红曲酒去腥提香 加入食盐 简单腌制后 将两者混合 搅匀一点 不过海之味的处理并没有完成 吴大哥在馅料之间 挖出一个小坑后 又端出一个造型奇特的铁锅 这是干什么呢 现在准备的这个小炭炉 还有这个罐罐是有什么用的 做这座菜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把这个鱼放到这个罐子里面去给它隔水 给它先蒸出来 中间里面可能这样子受热均匀一点 就有可能中间的那个芯还没熟 外边的这一层已经熟了 这个盖起来之后就是我们这个蒸的过程当中 水蒸气不会流到我们的食材里面去 不会让我们的这个食材的味道会变大变味这样子 里面那个小盖就是防止蒸气进去 外边这个小盖防止蒸气跑出来 就整个味道就在这个小罐罐里面循环 它的鲜味能保留得会更好 滚烫的蒸汽要在锅内不间断 循环十分钟左右 在此间隙 吴大哥开始对山之味进行处理 决菜不是都已经煮过了吗 煮过了还得再焯 刚才是整根的焯 我们现在是把它切出来了 之后再焯 让它会更透 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笋呢 笋一样 这个笋切出来了之后 尽量就不要水里去泡 要么就直接就用红酒给它煮一下 要么就是直接就下锅用猪油给它煸炒 总之就是不能让它等的时间太久 对吧 是 好 竹笋与决菜滋味清淡 用猪油煸炒 使得原本清淡的蔬菜增添了浓厚的荤香 口感更为丰富多元 与此同时 鱼虾也烹制完成 至此 山海食材均已准备完成 兜子在哪呢 兜子我们做 我们得亲手做出来那个兜 是 就面粉来做兜啊 对 但是我们必须要选高筋面粉 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高筋面粉它这个洗出来之后 沉淀下来的那个筋度会煮 就蒸出来的话就不容易断 我明白了 然后透明度会更好 洗出来一个兜 对 先后三次和面形面 面粉中的蛋白质充分吸收水分 形成了弹性十足的面团 此时吴大哥又一遍遍地轻轻地水洗面团 直至将面团洗成面筋 不过他要用的并不是面筋 用的就是我们洗三次出来那个面水 这个水呢还是要让它沉淀 沉淀了之后给它倒掉 底下的那个东西就要用的 然后我们再加适量的水 给它弄开 再放蒸粉上去给它蒸起来 入锅前均匀摇晃 使之摊平 蒸制不到一分钟 便能得到一张洁白透明的面皮 哇 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 你看 我们先把这个料给它加进去 我们先给它做成一个三角形 里面的馅儿若隐若现 我能看到一点 但是呢又不完全知道里面是什么 就会迫不及待想去尝那个馅味 对不对 是 简单加热 让这道承载着历史韵味 与情感记忆的美食 以恰到好处的温度 唤醒了沉睡的味蕾 这真的是吹糖可破的质感 很鲜这个 真的啊 这些菜呢是有生命的 它是香情 香仇 香味 就是幸福前满足的滋味 对 来一大口 对对 吴大哥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续写着美味传奇